好的主播 加州州长纽森与州一向州最高法院提交的一份摘要中表示 目前加州判处死刑的程序一直受到种族主义的影响 并对一名死刑男子的上诉表示支持 该男子是一位非裔黑人 2009年他因与同伙在洛杉矶杀害一名敌对帮派成员 和一名目击者女子而被判处死刑 但该男子认为是种族歧视影响了加州的死刑管理 并且表示黑人比白人被判处死刑的数量要高达2到3倍 并且黑人陪审团比白人的陪审团更能做出好的判断 事实上自2006年以来 加州从未处决过任何人 在2016年通过的加速死刑审判法案也被纽森否决 纽森还高调宣称在其任职期间将不允许执行死刑 再来关注感恩节将至 加州州长纽森和加州的卫生部发布了疫情期间的感恩节指南 指南要求所有的感恩节聚会不得超过三个家庭 并且必须在户外举行 维持时间应少于两个小时 与会者不许集体唱歌 并且在不吃东西的时候要戴上口罩 使用毛巾要消毒 并且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六英尺的社交距离 该消息一出立刻召来了众多名人和居民的吐槽 反对者表示政府是没有权利干涉民众私人生活的 并且批评纽森想要当皇帝 这些指导建议根本都没有办法执行 还有民众呼吁罢免纽森 结束纽森的独裁 再来关注山火 周一在呈现爆发的谢尔弗拉多山火 目前已经燃烧超过1.1万英亩 火势仅仅被控制了5% 而起火原因 南加州爱迪生公司表示 是由于其公司的捆绑电线 与一条1.2万伏的导体接触 才引发了谢尔弗拉多山火 但更多案件细节目前还在调查中 同时南加爱迪生公司表示 由于山火以及干燥天气的影响 将会有6个线 超过11.7万用户可能会被断电 而目前已经有超过2.1万用户被强制断电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简讯